苹果股价,破纪录升升,市值破万亿的时候,惊动了全世界,2018年4月3日21.50分,苹果股价在创历史新高,苹果盘出走高涨仅1%,股价涨至230亿美元上方,在创历史新高,市值超11300亿美元,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 来看看BAT的市值,本文提到的所有市值,都是截止到2018年10月3日21.50分,阿里市值4199亿美元,腾薛市值3839亿美元,市值765亿美元,BAT市值加起来总和为8803亿美元。 也就是说,中国最大的三家互联网公司加起来,市值也没有苹果一家公司高。 其中,阿里和腾讯是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中,市值最高的两家,不光是互联网行业。 再来看看中国第四到十名的互联网公司的市值,每团450亿美元,小米429亿美元,京东364亿美元,网料294亿美元,拼多多292亿美元,360公司260亿美元,鞋成205亿美元,排名前10位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市值。 加起来总和是11104亿美元,别说BAT了,就是中国互联网公司Top10市值加起来,都比不上一个苹果。 我们再换个维度,2017年世界国家GDP排名中,第15位墨西哥11425亿美元,人口1.2亿,第16位印度尼西亚10109亿美元,人口2.5亿。 在全球国家GDP排名中,苹果可以排到第16位,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复刻敌国。 美国不光有个苹果,亚马逊也很厉害,市值短暂也曾破过万亿美元,目前市值9560亿美元。 即使是目前的市值,也比BAT的市值总和8803亿美元要高出不少。 除了苹果和亚马逊之外,Google母公司Alphabet也很么,市值外8370亿美元,虽然比不上BAT总和。 但是超过了阿里和腾讯,这两个中国巨无霸的市值总和,什么心思大发明,什么厉害了我的国。 差距,还是明显的,中国,充其量只是个互联网大国,还不能说是互联网强国。 不好意思,尝敌人之气,灭自己威风了。 不过,中国和美国有一点是相似的,那就是排名从第四到第二十的公司,加起来市值都不如前三的总和。 中国的前三是BAT组合,美国的前三是AAA组合,Apple,Amazon,Alphabet。 不管是中式BAT,还是美式AAA,都说明了,在互联网领域,挂头现象是典型的。 挂头现象是借互联网领域的特征,差距在于,美国AAA,是面向全球,是真正的国际化企业。 中国BAT,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,依托人口同利崛起,几乎是单纯依靠大中国市场。 挂头和挂头,也是有差距的,注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